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家公司呢 他们在今年已经成立40周年的时间咯 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看 在这样的一个公司 他对于职场环境的营造如何 给他的员工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而且据说他们对于健康处境 整个环境的营造 还有包括员工之间相处的融洽 还有家庭的亲密度跟幸福感 都非常的注重 那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在今天呢 我身旁这一位呢 就是陈正兴总经理 哈喽你好 你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在这么大的一家公司里面 你在领导企业啊 要做到所谓的内部文化的沟通 据说你们做得非常好 其实你们很重视的是师徒制 对不对 事实上以这样一家公司 因为君豪刚好今年成立40周年 那以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公司 我们在园区 我们总公司在淑科 那今天这里是我们台中的工厂 那我想我们对于这个同等在这边的一个发展 基本上就是以人为本 那以人为本很重要就是说 他怎么让他进来这家公司 他能够很放心安心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会进来会帮他安排一个师傅 这个叫师徒制 就是因为有老师的引导 或是有前辈的引导 他应该会比较容易 能够加入这个工作职场 所谓掌握人就是掌握资源嘛 所以你们很清楚知道 我只要让人身心都健康 其实在工作上面 他们就会非常顺利 而且会非常的专注 对吗 那我是想这样问 因为你们的员工 其实他有提到 他们每年都非常期待 因为你们都会有一些家庭日啦 运动日啦 然后还有包括就运动会 还有包括像是国内国外的旅游 而且据说你们对于就是 工作以外的一些娱乐 你们相当的注重 对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社团活动 我们公司也很鼓励蛮多的社团 尤其是这种运动性的社团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这个慢跑社啦 或是这个韻律社啦 或是单车社啦 或是高尔夫球社等等 很多这样的一个运动性的社团 那我想这里面 蛮多都是主管亲自带队 亲自下去跟同仁一起来 做这样一个活动 那来做引导 那公司也会提供蛮多的一些资源 跟补助来补导 来协助同仁 来做这些相关的这些社团活动 俊豪独特的师徒制文化 让新进员工可以借由前辈的指导互动 快速了解公司内部 工作也能轻松上手 而丰富的社团课程 让大家在工作之余 还能有健康的身心 在升迁这个部分 你们有哪些制度啊 让他们觉得在这里 升迁是有一种透明化 然后也有一个 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性 这个每年我们都会有固定的 这个升迁管道 透过这个绩效考核 还有他的年资 还有工作的一个表现 他们基本上都有一定的一个 蛮顺畅的一个升迁管道 那同时我们也提供同仁 除了升迁之外 也可以提供给他 一些在职进修的 这些管道 有些我们会全额补助他 去在职进修 真的 比如说现在 他现在很热门的 比如说现在很多 很热门的人工智慧的 这些学校 他们有假日班 有平日班 我们公司也会补助 这些优秀的人才 去免费上这一课程 第二个就是说 有些同仁也会在职进修 这个硕士班 公司面也会提供这样的补助 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比如针对语文方面 我们公司面也会补助他们 做这些英文跟日文 所以外文能力的一个 进修跟上课 如果取得证照 比如说因为去考试 因为日文有这样取得证照 我们公司同步也会给他一些奖金 整个公司给予员工 觉得最幸福的环境跟空间在哪里 我想我们公司有打造了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健身房 健身房也是 我们在足科跟中科 都有打造各一个健身房 那里面很多的健身器材 让同仁在工作之余 甚至于他在上班过程当中 如果觉得很累了 或者觉得精神不是很好 想去运动动一动 他随时都可以到健身房去 我们没有限制他说 你一定是什么时间才可以去 我想这是提供他们一个健身房 让他们能够很自由的 去做一些健身 第二部分基本上就是我们餐厅 我们会有一些吧台 就是我们这些吧台 也是让空人在这边 可以做一些自由的交流 不是只有在自己的工作场合 等于说他们工作累的 他们随时都可以 不用听打钟啦 因为在公司里面 我们没有打钟啦 基本上完全就是 同仁就是自由的 就是说你就是 你觉得你有需要 或是你觉得你应该 可以到那边 可以跟两三个同事 一起到我们的吧台 这边可以做一些自由的交流 嗨 哈喽美丽的小姐 我想要点餐 可以帮我准备一杯咖啡吗 热咖啡 谢谢你的拿铁好了 谢谢你 谢谢 哇 在军航里面 当员工非常幸福 因为他们有一个幸福吧台 想要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 而且随时随地 都可以来这里点餐 真的太棒了 认证工作也要注重休闲 这一块也是军航给员工 很棒的福利之一 黄先生我想请问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里面工作 你觉得最幸福的地方在哪里 起初呢我是一个新人嘛 当然进来的话 就是对什么不熟悉 那可是我们第一个面对的福利制度 就是师徒制这样 对 对那就是说会有一个公司的 比较资深的人会带你认识这个公司的环境啊 然后带你顺利的进入专案 或是说了解的内部流程 或是比较快上手这样 公司助不注重一些家庭日啊 有啊有啊 我们每年都会有举办家庭日 这是之前我去六福村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 还有运动会 去年今年是举办运动会 哇你办什么样的运动会 可以大概描述一下那样的场景 就是我们去新竹 然后主要是有巴河 大队接力 然后 还有跳舞 就是我们会有很多 像我们很多部门嘛 然后可能业务部啊什么的 那可能一个团一个团 那我们可能一起想 要怎么进场表演这样 那表演就是会有 表演得好 但是会有奖金的福利这样 对就会为了这个奖金去奋斗 也可以促进同能间的那个情谊吧 对 除此之外啊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在活动的部分 在公司里面 有没有特别的哪些设施 事实上你觉得很常使用 以及你觉得哇很幸福的地方 像我们公司有健身房 有个公司有介绍 有健身房 对就是有 我们二楼有跑步机 然后有一些重训的地方 然后我们会有那个 请外面的有氧老师 来教就是韵律舞蹈 因为其实我们工程师 大部分都坐在椅子上 对 那只是累积久了肚子变大 就是年轻人就是 你会看到越来越胖 对 对像可能我当初进来可能75 那可能现在就把他死这样 因为公司把你们养得太好了 所以也要努力你们多运动 多运动就是怕久了就不好 对 对 就是不能说RD都一直宅宅宅要培养一些身材的形象 对就是工程师不能一直宅在办公室里面 要起来动一动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跳舞啊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就是跑步的 算是路跑 然后还有骑脚踏车的运动 就是不要一直只是坐在电脑前面这样 嗯那你觉得其实在这些 我们刚刚讲的硬体设施跟软体设施之外 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像是在升迁啦 或者是啊 奖金制度上 你觉得很值得分享的地方 奖金制度上的话我们是有一个叫做内部推荐啦 内部推荐 内部推荐 就是你可以邀请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学弟妹啊 就是你可以问他们想不想来军豪这间公司上班这样 诶可以这样子哦 可以可以可以 如果内部推荐如果受用的话 其实他会给一个内部推荐的奖金 对对然后就是就是鼓励我们多多介绍人才这样 哦所以意味着说公司也可以感受到 其实人才不好找 不好找其实现在很多公司要找 要找好的人才很难找啦 鼓励员工充实进修均好相当注重人才 而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仅爱财也习财 希望员工可以多多推荐 为公司招募优质的心血成为胜利君 我想请问一下说据说在你们公司里面 非常注重就是社团活动 也就是你们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交流互动 员工跟员工之间的一些情感的交流 非常非常看重 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对我们社团活动每个礼拜一就是有羽球色 然后羽球色会不定期请教练来指导 让我们对看那个球后戴智英打球 超级有感 哦真的 对然后礼拜二呢有勇角色 我们下班后就直接在大厅集合 然后做完暖身操就直接跑公司外面的那个铁马道 哦真的 三到九公里 嗯 对然后每个礼拜四还有动姿动射 嗯 然后我们有聘请专业的有氧老师 来训练我们的肺活量跟肌耐力 所以应该是说公司非常非常注重你们的健康 对然后还有固定每年都会有员工的健康检查 哦真的真的难怪我看到你们有拿到一个健康促进奖 这是公司非常重视每个员工除了要认真工作之外 先把你们健康顾好 对那再另外一个部分是据说你们的教育训练也非常非常的 课程很丰富 对我们那个有专门聘请那个外面的讲师 来教导同学就是语言语言方面 让有心想要精进语言能力的同仁呢 在下班后可以在公司持续进修 那语言的项目有包括哪些可以选择 之前有上过就是请我们公司自己同仁 来教我们日文课程 对然后还有外面的讲师就是一些像是什么 语言专门语言的英文来训练同仁的那个英文能力 然后那个还有结束之后会做测试 如果说有通过的话那个费用可以减免很多 哇真的这么好也鼓励你们要 在知识上还有语言上面帮自己做扩充跟充实自己对不对 对我们还有就是邀请各行业专业人士来经验分享 之前还有邀请到那个旅游达人谢哲青 还有那个马拉松跑手那个还有欧阳进来帮我们就是分享一下他的人生经历 哇真的超棒的就告诉你们的工作以外 其实你们也可以斜杠一下对不对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兴趣 帮助你们在职场上面可以更加专注 对然后也间接就是提升员工的对员工跟公司的向心力 在重大节庆为员工准备惊喜 这是君豪员工觉得醉窝心感动的地方 而家庭日运动会等活动也让员工与公司的关系更紧密 你们公司呢在三个很重要的节日据说都会给你们一些惊喜啊 要不要分享一下那个惊喜是什么 那我这边比较有印象的就是父亲节母亲节然后还有三八妇女节 那在三八妇女节这部分我特别提一下就是说 因为自己我也是身为女性嘛 那在这一天的时候那公司呢就会特别准备一只漂亮的玫瑰花 然后就是赠送给每一个女性的员工 那也不管已婚未婚都一样对 然后而且会是由主管亲自就是分送给我每一个人 然后包括你们还有运动会对不对 对对对 在运动会你们都做哪些活动啊 然后可以让你们家人一起来为你们加油 然后运动会的话就是会有赛跑部分 然后还会有大队接力 然后还一些就是趣味性的活动 那除此之外的话因为像家庭日马 我们还可以带家人一起参加 那而且公司还特别会帮小朋友去准备就是趣味性的那个游戏 然后让小朋友去参与 对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帮我们认识的同仁的小朋友一起加油 然后大家就会有些互动 哇真的很好就是不会说只顾及到员工 或只顾及到成人 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去那里也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那家里面的家人让你们知道你们在这里工作 他们觉得有安心安全的感觉之外 然后还有每年期待大家一起互动跟交流的机会 对 没错 今天来到了均豪机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你刚刚也看到了他们在营造幸福职场 非常的用心 而且给人工宽敞舒适明亮 安全又安心的工作环境 非常谢谢你的收看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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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Go